同学们大家好 下面我们来介绍分内问题中的样本不平衡问题 那先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前面的视频 包括我们这个视频 我们讲的都是分内问题 那事实上在直播课里面我们说过 我们的监督学习可以分成两种 对吧 根据这个Y的类型不同 可以分成分内问题和回顾问题 如果Y它是离散的 那这个就是分内问题 如果Y是连续的就是回顾问题 那有同学会想 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讲回顾问题呢 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我们讲的分内问题 都是基于我们的分内学习器 对吧 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分内学习器 给它学透彻了 到时候你学这个回顾学习器 就会容易很多 所以我的思路是先把大家 这个分内学习器教会 到时候我们讲这个回顾学习器的话 就会容易很多 所以后面我们会有专门的视频 来讲我们的回顾问题 大家不用着急 那我们这个视频讲的 就是分内问题里面 大家可能会遇到的一种情况 就是样本不平衡 那样本不平衡它有一个定义 就是指我们的分内任务里面 我们不同类别 它的一个样本数目差别较大 那这里大家看 它有一个差别较大对吧 那有同学会问 到底差别多大叫大了 这个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 好吧 我查了一些资料 通常来说大于三倍或者四倍 就某一类是另一类 大于三倍或者四倍的话 就叫做样本不平衡 当然这个标准并不是唯一的 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然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绝大多数的分内问题 都是二分内问题 为什么呢 你想一下 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 我们做分内对吧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 主要就是是 是或者不是对吧 它很明显是一个二分内 比如说成功或者失败 这也是一个二分内 是或者不是 那像我们前面 我们讲的这个渊偶化数据集 它是一个多分的问题 这种情况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我们做的分内问题里面 属于少数情况 觉得多数我们都是二分内问题 好 那这里再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我们这个样本不平衡 它会对我们的结果 会造成一个影响 实际上我们之前 在直播课里面 也给大家说过 我们当时举了一个例子 对吧 我们有100个人 100个人里面有5个是坏人 95个都是好人 那如果你现在你的模型 你制定了这样一种方法 你把所有的样本 全部当成好人 那有怎样的情况 你这个模型 你的准确率是多少 是95%对吧 但是这个模型有用吗 没有用 因为你一个坏人 都没有识别出来 所以我们这个是样本不平衡 它可能会带来的 一个潜在的影响 那事实上 在我们如果这个样本 存在不平衡的情况下 我们绝大多数的机器取决算法 它会更多的去关注于 我们的多数类 就是样本比较多的那一类 从而使得我们这个少数类 它的一个样本的分类结果 有一个下降 那到时候我们在下 我们在下一个视频 我们会给大家举一个实习的例子 到时候大家看了我们这个例子 就会知道 传统的大多数的模型 都会把我们的结果 把它更多的预测为多数类 对于我们这个少数类 它的一个预测会非常的少 就基本上预测不出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现在存在了样本不平衡 我们有怎样的解决方案 对吧 实际上你这个解决方案 你可以想一下 我们样本不平衡 它的原因就在于 我们这两类数量 对吧 一类数量较多 一类数量较少 好 那我现在 我引用的是周周华老师的西瓜书 然后他这里做了一个假设 就不是一般性 我们假设阵内的数量较少 反类的数量较多 当然你颠倒过来也是可以的 对吧 我们现在就以阵内较少 反类较多为例 那第一种方法就是 对我们的反类 进行一个嵌采样 什么是嵌采样 这里有一个定义对吧 所谓的嵌采样 就是我们在反类里面 我们剧除掉一些反例 就把一些样本给它丢掉 这样的话 然后再进行学习 这个就是我们的嵌采样 说白了就是你现在反类比较多 对吧 你的振类比较少 那我就把你的反类丢一部分了 对吧 丢一部分之后 接下来我在 我就使我的振类和反类的样本 差不多了 接近了对吧 然后我再来进行继续学习的分类 好 然后他这里在书上给了一个典型的算法 那大家了解一下就行 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第二种 第二种叫做过采样 过采样是什么意思了 就是我们现在振类比较少 对吧 那我就通过某种方法 我增加一些振类 增加一些振类 这个反类和振类就代表反类和振类 大家知道就行了 这个是书上的一个说法 我们来改一下吧 那这个过采样 就是我们现在振类较少对吧 我们增加一些振类 这样的话 我们使振类的数量和反类的数量接近 然后再来进行一个学习 然后过采样也有一些典型的算法 比如说Zend or Smart 这个是一个比较有名的算法 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下 这个是第二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就是我 我现在我不对我的样本进行调整 我直接介于原始的数据籍进行学习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现在 我们说我们的模型 会更多的关注于多数类 对吧 忽略了少数类 现在我就通过一种方法 叫做预置移动 就是通过这种策略 能够让我们的模型 注意到我们的少数类 来提升我们的一个分类结果 这个就是预置移动的一个策略 那一般在我们的逻辑回顾里面 用的比较多 大家可以查一下 这三种方法 它们各有利弊 然后我们下面来讲 我们Metalab里面的一个使用的一种处理 我们样模不平衡的方法 大家的学习 就基于我们这种方法就行了 就是RUSBOST这个算法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后面有个BOST BOST我们之前讲过 我们是提升算法里面的一种 叫做提升法 前面的RUS 那大家 这个就是人家取的一个算法的名称 大家就到时候如果用的话 你就直接说 我使用的是这个算法就可以了 那在这个算法里面 它融合了我们前面的嵌材样 就融合了嵌材样和提升学习法 它还能够有效的应对我们样模不平衡的问题 那也肯定有同学之前从来没有听过 或者完全没有接受过我们这个算法 对吧 那怎么样去学习了 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去查论文 你可以去查一下人家论文里面 有没有用我们这个算法 对吧 你来模仿人家论文里面的思路 来在你的论文里面来写 那我下面给大家找了一篇还不错的论文 就是这篇论文 到时候我会把在这个配套的资料包里面给大家提供 到时候我会给大家一个文件夹 大家在这里面可以找到 我给大家提供的一些论文 可以供大家参考的 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吧 就是这篇论文RUSBOST 它就能够处理我们的样本不平衡问题 然后大家到时候如果要写论文的话 你可以模仿它来写对吧 就如果你在比赛里面 或者你自己写论文 遇到了样本不平衡的问题 你就可以模仿它来写 它这个里面交代了一下我们RUSBOST 它的一个介绍 就是这个模型 它的步骤是什么 它这里介绍的还比较详细 而且它这里还给了一个流程图 对吧 所以大家到时候可以在你的论文里面 来引用它这一篇论文 当然它这个算法的原理还是比较复杂的 如果大家看不懂的话 没有太大的关系 你只要会用就行吧 你又不是研究理论的 对吧 你现在是应用为主 所以到时候你可以在你的论文里面 参考它这篇论文 那我这里提一个行 你参考的话不是说 你把它这个论文里面的内容 直接复制粘贴到你的论文里面 你要就是你尽量去改一下 它现在给了你一篇论文对吧 你把里面的一些话 你用你自己的话来描述一下最好是 知道吧 当然它这个里面公式比较多对吧 公式的话 如果你是用AXMath AXMath它是图片对吧 这个是查不出来的 如果你是用MathType 或者用Latex来排版的话 它那个公式是可以复制的 包括使用我们Word 自带的这个公式编辑器 它是可以复制的 这样可能会面临查诊的危险 大家自己选择吧 我们之前在排版课里面 也有一个介绍 然后这个流程图 流程图的话 如果你是图片的话 也是查不出来的 这个是我给大家的一篇论文 大家现在只需要知道 它使用的就是欠材样 加上其成学习的思想 它能够有效的来应对 我们的样本不平衡问题 这个是关于我们样本不平衡问题 我们主要介绍的 介绍到的一个算法 那这个算法的原理 我们有给大家系统的讲 对吧 到时候大家参考这篇论文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下面来看一个例题 就是预测这个众筹是否成功 我给大家来看一张表吧 这个是题目给我们的两个附件 附件一和附件二 我先打开附件一 附件一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给了很多指标 对吧 这个是关于众筹 众筹项目里面设置的一些指标 比如说你这个众筹 他设置的一个目标金额是多少 众筹持续的时间是多少 是否设置了这个抽奖活动 然后设置了几种支持的金额 大家如果不知道众筹是什么的话 可以搜一下 这个是关于他给的一些指标 你可以认为 然后我们的输出 我们的输出就是我们的众筹是否成功 成功就是是对吧 然后没有成功就是否 然后前面有一个我们这个众筹项目的ID 就ID编号 那这个ID编号 一般在我们 我们之前也说过 ID编号没有什么用 我们到时候 如果你真正用的话 你可以把它删掉 导入到我们的Metalab之前 你可以把它删掉好吧 那这个是题目给我们的一些数据 那关于这个数据的一个具体的介绍 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有 大家可以看一下好吧 然后现在题目是这样的 请大家建立一个分裂模型 来预测我们附件二中 附件二就是要预测的数据 他就是要预测这个众筹是否成功 就是要预测我们这些项目 它是否成功 对吧 请你预测它是否成功 这个就是我们的题目 那到时候我们 会让大家看到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题目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样模不强的问题 你可以统计一下 我下面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好 我们在第三次直播里面 我们具体的讲了一下 我们一个是要在数据节目里面的应用 对吧 我们当时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叫做数据透视表 你这里可以插入这个数据透视表 来看一下 我们插入一个好吧 插入了之后 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 航和列对吧 是否成功 技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呃 失败的样本有584个 成功的样本有83个 很明显 你看这个差了多少倍 大概差了七八倍对吧 七倍 七倍左右 那这个很明显就是存在一个样本不强的问题 所以到时候我们在后面的视频里面 我会带大家来看一下 如果你使用我们传统的 我们的机器学区算法来处理我们这个问题的话 它的效果会非常的差 所以到时候我们会讲我们 RUSBOST的这个模型 好吧 那在我们下一个视频我们会做一个具体的介绍 那大家也可以 如果你现在已经下载了我们的课件和代码的话 就是说看我们的第一个视频里面 有介绍怎么样下载课件和代码 你可以先自己尝试一下 不看我们后面的视频 你看一下它的一个预测的效果 好 那这个视频就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可以 看到那种